如果顺着这个方向往南走就到了康辉你特别熟悉的那个地方了 新天地那个地方 也是今天我们记者雷小雪所在的那个地方 对 小雪说要把一大带回家怎么带回家呢 赶快听小雪来说一说 小雪 你好 好的 接下来我就要揭晓谜底了 现在呢 我就是在中共一大会制纪念馆的门口为您发挥现场报道 今天是国庆节 你看 阳光灿烂 一大早这儿就已经聚满了人 现在呢 现场正在举行 由共青团上海市委组织的主题活动 国旗下成长 那每个星期啊 都会有一些上海市的青少年代表 他们会来到这里参加这个活动 在中共一大会制纪念馆 也会有一个难忘的体验 我接下来请大家跟随我们的事业更广的摄像机的镜头 来俯瞰一下 您看 一个具有如此重大意义的党的诞生地的纪念馆 今天就身处上海非常繁华的商业地带 新天地 所以呢 有很多游客是来到这儿 先参观我们的纪念馆 感受苦难与辉煌 然后呢 再逛一逛新天地 体会一下繁荣与发展 现在呢 中共一大会制纪念馆 已经成为上海作与火爆的地标之一 这里也是参观人数最多的上海的革命博物馆 接下来我就带大家一起走进党的诞生地 我们一起穿过我身后的这个石库门 走到这个场景当中的时候啊 大家可能有一种时空穿越的感觉 那么现在大家看到这个房间 它所有的陈设布置 是按照一大召开使用的原样来布置的 现在我就要给大家揭晓一下 如何把一大带回家了 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机上呢 这个就是我们关注了 中共一大会制纪念馆的公众号 你会进入这样一个网上纪念馆 您看 这是我站的地方 这是这个桌子 我可能站在这儿的话 没有办法去触摸桌子上的这些文物杯子 如果我想要把这个看得更清楚怎么办呢 用我们的手机轻轻一拨动 您看 花样都看得特别清楚 这里还有一个前进店 我们点一点 走到了走廊 上到了二楼 二楼是什么呢 现在我们在二楼还有另外两组镜头 带大家一起来逛一逛 那么经过去年的七月的一个 全新的生动的一个陈设之后 来到这儿的游客是更多了 现在每天差不多有三四千 尤其是外国游客越来越多 今年呢已经接近了七千人次 那每天呢 纪念馆是有十二场的讲解 不过人太多了 所以预约特别抢手 如果你想要约到的话 得提前一到两个星期才行呢 好消息就是现在呢 每个双休日和节假日 都会有志愿者来到现场 加入到我们的志愿者同队 帮忙进行讲解 96年前 中国共产党从这里诞生 中国共产党人从这里出征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从这里开始 那么再过十几天 党的十九大就要正式开始了 现在来到这儿参观的人越来越多 管理的工作人员告诉我呀 最近这五年有一个变化 那就是越来越多的家庭来到这里 就好像现在我们身边看到的 很多家长带着他们的孩子 来到这里沾咬参观 引水湿源继续前行 今天当我们站在这个历史坐标 环顾我们四周 这一个个生动的画面 都让我们真切地看到了 上海五年来的发展与脚步 好 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些